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什么这个? 净嘴碑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这个净嘴碑道具的教学 这个道具收到之后我会发现这个有个杯子 还有个盖子 上面有土壤床的这种 这个杯子的上面还有一个小孔 镜头戴一下 能看到吗? 那表演的时候呢 首先要把这个上面的盖片 自己藏起来 就藏在你的蒙屋箱里面 或者是通过其他司机的盐盖都显 还藏起来 让观众发现 然后我们就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呢 把这个杯子拿在手上 旁边准备一杯水 把水倒进去 这个时候 这个手一定要压入这个小孔 倒完之后呢 展示一下这个水杯 同时自己的另外一只手把这个薄片藏在手上 然后呢把这个片盖上去 从这边调开 好 做一些魔法的动作 做一些魔法的动作 把水杯这个时候要反过来 反过来放平 这个时候呢水因为水杯里面因为有压强 所以这个薄片会紧紧的被吸住 我们把右手这个时候就可以移动开 好像这个地区就实际了地心引力一样 那如果我们想让这个薄片还有水一起倒下去的话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左手的大拇指松开 这个小孔 它里面外面有压强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水自然的会压下去 这边有 这边有 飞水桃 开始吧 一 二 三 三 四 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产品